你是怎么考虑的 二哥 接到征兵通知以后 我们迅速的统一的思想认识 准备在全市叫响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口号 以征兵为突破口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进一步强化全市人民的 国防意识和国防观念 没让你念发言稿 说得实在的 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序 应该没问题 是啊 战争年代的当兵热潮 就不用说了 我记得五六十年代 你当兵那会儿 当兵可这个大热门 人人都争得当兵 是啊 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当年参军时的情景 你还记得当时的儿哥吗 我记得 我记得 是解放军 叔叔好 穿皮鞋 戴手表 头上一顶大盖帽 跨着阿姨满街跑 哎呀 当时漂亮的姑娘 就爱找当兵的 嗯 大哥 咱们团三连连长 大字不识一框 最后呢 竟然找了一个漂亮的大学生 不是啊 这现代战争和以前的战争不一样 以前我们打仗就要勇敢不怕死就能打成仗 可是现在不行 新技术 新装备 新武器 越来越多 我们的战士要不多喝点文化水 恐怕是干不了 是 有些部队啊 天天让人要新装备 可是新装备一旦配发下来 根本就玩不转 所以啊 引进高水平高学历的人才 是以后我们部队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是你们军围区今天征兵的重点 是 我们一定选好兵 送经历 保证部队建设的需要 陆沙 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的问题 不能掉以轻心 走 打量出来 看看你的手艺丢了没有 来 烂的车吧 参部长 这个报名处好像也挺冷清的 下去看看 陆沙 来来来 上车 哎呀 这 方方 你就现实点吧 不服从分配啊 那是顺少苦吃 我是学通训的 帮我分到园令局 剪的是大财小用 剪的是驴笋不得麻嘴 哎 哎 方方 那你就先干着呗 不是有句话叫 骑驴找马吗 哎 骑驴啊 我听说下周有一个大型的人才交流会 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还有许多外企业报名参加的 啊 你想去外企啊 给那些洋老板打工 我可不干 谁说我要去了 那么还有很多国内的优秀企业吗 哎 不是 哎 方方 方方 这 我妈托姑姑找了税务局 今天就有事 以后走的 你自己去吧 哎 我可陪你整天了啊 再说了 姑姑不亲口答应你说 请你找个专业对口的吗 走才一趟 上车了 来来来 坐前面 坐后边啊 坐好了啊 走喽 哎呀 慢点 都大半天了 总共才报了十多个人 只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 其余的全是初中生 说是初中生 依我看 小学都未必念完 是不是你们宣传力度不够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 我们这片是A加A会都通知到了 可有的人连门都不开 我看啊 今年的征兵计划恐怕是要破汤了 怎么着 海龙地区现在是经济发达地区 就业机会特别多 所以参军热情不够高 也在我们意料之中 可是你也不要忘了 海龙市还是革命老区呢 如果连兵都争不上来 你让我们的脸往哪放啊 其实这次任务要是实在完成不了 我们是不是考虑把民额转给其他地区呢 你小子 竟给我出搜猪 我转给其他区 其他区再争不上来 我再转给谁啊 啊 站住 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们找韩副市长 你们有预约吗 韩副市长是我们的姑姑 我们找到有点急事 麻烦你通报一声好吗 稍等一下 谢谢啊 好不好 待会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就听你说了啊 你 对这里有人找 哎 好的 请您啊 谢谢啊 哎 姑姑 我是念君 嗯 我和方方在楼下呢 哦 你在开会啊 什么 明天就可以面试了 谢谢你姑姑 谢谢 哦 哦 对了姑姑 方方 方方有事找你 就是工作的事 哎 哎 哎 姑姑 姑姑 不是 叫一会儿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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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赵芳 找什么呀你 你 方方 方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别人帮我 我就不信了 我林方方 凭我的本事 我连分合适的工作都找不到 你 方方 你等等我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你 方方 你可知道 这千里马长友他破黑 他破了 不常有啊 方方 等等我 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地方 好 两小伙子来过来过来 看一下这个灯机 当兵光荣啊 小伙子们 小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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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正兵登记 那些其中 这些人 没问题 爸 你来了 忙着哪 那你忙着我和方方先走了 小叔说那我们先走了啊 走了 小明 怎么不认识我了 你是 哎 我比你高两级 咱笑图有对的 忘了吗 哦 想想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老板 呃 怎么 在哪高就呢 现在 哎 五业游民一个 哎 你也是来当兵的 哦 哈哈 来 帮我参考 我 我还有事 来呀没事 来 帮我参考 哎 哎 几分叔叔 我问一下 你们这当兵呢 一个月是多少钱 新兵每月二十 二十块 开玩笑了吧 哪和好业都买不起 小伙子 国务防不利 民无兵不安 依法服兵役 是每个共鸣应尽的义务 义务 我才不当个傻帽 谁也进谁进去 你刚才说什么 哎 说什么怎么了 再说一遍 谁爱进谁进去 你再说一遍 干什么 你平常抓我 干什么 干什么 爸 平常抓我 平常抓我 爸 他是我一中学同学 江湾叔叔 他爸是当兵的 平常不让他带头呢 哎 你怎么这样啊 不当兵就算了 你怎么说这种话 江湾叔叔 有本事 让他儿子带个头 你 大家说是不是 是啊 别吹上一套 背地里一套 妈 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妈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你儿子找到工作了 真的啊 真的 我姑姑给我介绍一个好单位 什么单位啊 水务区 我爸 水务区可是个好单位啊 不是 鲁生啊 回头好好谢谢你姐啊 妈 你明天帮我准备好呼口本啊 我还到水务区面试呢 爸 爸 先 你什么意思啊 妈 你说我都不知道 我爸想让我去当兵 当兵 当兵跟我们儿子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念军可是大学生 谁规定大学生就不能当兵了 大学生也要为国家尽义 你们知不知道 有些国家呀 是实行强制服兵役 只要年满18岁 不论男女都必须去当兵 只有当了兵 才能出国 才能上学 才能找工作 爸 我们的国情不一样 再说了 我不想当兵 你必须得去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我韩鲁生的儿子 你这臭小子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再说 你干什么呀你 儿子又不是你一个人哪 李军 这是妈做主 明天就到税务局去报到 天海洛 我是负责征兵的 我的儿子不起当兵 这个兵我怎么会扔法 你愿意总征就总征 韩鲁生 我还告诉你了 当兵是自愿的 你要是敢动儿子 一个手指头 我赶紧没完 你没完 你没完 去脾气 你折腾什么难骨 还不赶紧睡呢 你还上班呢 天海洛 天海洛 你快扔理股才不齐啊 行 我说毕竟说呀 一会儿报到的时候 你别提着 尤其是正式分配 学造 学造 我给你找去工作挺不容易的 学造 还有一点 哎哎哎哎哎 哎 都有了 怎么办都没办 哎呦妈 你快点 来了来了来了 不急了 都 摆得起摆得起 摆得起 东西拿好的 不够本啊 什么 不够本 哎呦 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你 你干嘛去你说话 昨天让你收拾了你 哎呀 都几点了吗 你快点干嘛呀 怎么了 天啊 你怎么有这事 按照我刚才的要求 马上去布书 爸 你这么做根本就不像个军人 军人是什么呀 光明磊落 你对军人的评价还不低呀 爸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要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 你有当兵的义务 我有宋子参军的权利 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就有权要求你 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多了去了 可是海龙区军分区参谋长的儿子 只有你一个 你想过没有 全是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 原来我是你韩参谋长工作业绩的牺牲品 你混账 你看看你这副熊样子 那点是我韩鲁城的儿子 爸 你得替我想想 我是个大学生 你让我到部队里整天扛枪放哨的 我的价值怎么体现 别以为你是个大学生 你的价值就有多高了 人的价值 是按照国家的需要来衡量的 将来普及的大学校里 人人都是大学生 人人都不当兵 国家谁来保卫 我不给你伸 你把户口本给我 想要户口本啊 先把这张表情 爸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装装丁呢你 你这个装丁啊 今天我是抓定你 爸 是不是我把这个表情了 你就把户口本给我 我说话算放 把你丢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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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